田田军政府持續血腥鎮壓 目前造成至少275名示威者身亡 先前还传出有一名七岁女童 在家中被维安人员射杀 是目前年纪最轻的罹难者 一间间商店全都拉下铁门不营业 缅甸仰光街头异常安静 因为人们都在为一名七岁女童哀悼 父亲老累纵横 因为她的女儿待在家中 却遇上维安部队突袭 家门被人一脚踹开 女童还被持枪的维安部队射杀 送医后人回天罚术 无辜的女童丧命让缅甸人民相当气愤 示威者举行烛光首页活动 还联合企业进行无声罢工 呼吁大家待在家中 据了解这是在2月1号血腥镇压以来 年纪最小的受害者 因为抗议军事政变遭到拘押的 600多名示威民众 24号从监狱被释放 他们在巴士内举着象征反军事政变的 三根手指 筹外的人也比出三根手指回敬 获释者中也包括美联社的记者 国际人权组织表示 目前至少有275人死于缅甸军警的镇压当中 其中最少有20名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 目前还有超过2800人遭到拘押 而联合国在24号通过决议案 推动在缅甸设立人权办公室 并要求立即释放遭软禁的汪山苏姬 记者林郑报道